加總平均這個很簡單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要算的那個什麼呢 就是他也許他的比重 不一樣 比如說第一次是30% 第二次也是30% 但是第四次的話是40% OK 類似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個總成績算出來 要該怎麼做 那當然方法很多啦 也許你可以做什麼 兩 也許你這個地方可以 做法 當然 其中有沒有 你可以想有沒有什麼樣內建的函數 那如果沒有內建函數你必須要用公式 這個乘這個加上這個乘這個 加上這個乘這個 你用公式也可以做 畫面借我一下 OK 可以用公式來處理 或者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內建函數 內建函數有沒有什麼 哪一個函數可以可以做到的 有沒有用公式來做 就是相加 比如說一個範圍加某一個範圍 或者是另外函數叫三波檔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等於什麼 也許你的成績 乘上 他的比重 加 這個 乘這個 加 這個 乘這個 那當然 這個是 不過 限於 第一次 可是如果要向下填滿的話 當然你必須把第12列給鎖起來 第11列鎖起來 因為我們的比重是放在第11列 那第11列怎麼鎖呢 直接是前面講過 直接怎麼樣 把11列加上一個錢的符號 所以你可以 直接在那個11列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以前 一般書裡面是直接交按一個F4 F4 不過 其實你按一個F4的話 他連藍都鎖 但是我們現在 不需要向右 向右填 向右填滿 所以其實 你還可以再多按一下 再多按一下 你會發現 他 F 藍的前面的那個 錢的符號就會 就會消失 其實你只要鎖列就可以了 按打勾 打勾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那個 我們需要算的 如果有比重的話 這個是第一個用公式 第二個呢 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內建的函數 然後你想說有哪一個函數可以辦到這樣 就是 一個範圍乘上另外範圍 最後的乘7 可以幫我 放在 也許是放在備註裡面 那我可以插入函數 不知道哥哥沒用過 我在那個 數學函數裡面 拉到 因為他S開頭 所以你可以 找到那個 Sum 在底下 所以你會放在 Sum 下面有個Sumif Sumif Sum Product 這個 OK 那實際上 我們 假設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看 有沒有 就是 Array1 Array2 Array3 那這個所謂的Array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一個範圍 Array實際上 嚴格講起來 他應該算是就正列了 那實際上 這個正列 如果你是放在memory 裡面 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放在memory裡面 也可以放在我們 次算表裡面 OK 那這個假設我今天是 兩個範圍 比如這個範圍 乘上這個範圍 那我可以用 Sample的 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 Array1 就是我原來的層積的位置 Array2 就是我的比重的部分 那他會怎麼層呢 這個層這個 這個層這個 這個層 全部 加加起來 OK 那但是等一下 一樣會向下填滿 所以你知道 把 11列 把它鎖起來 11列怎麼 直接鎖起來比較快 其實按F4 把它選起來 按F4 那不過 你按一下 兩下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 更嚴謹的應該是 只要鎖 列的部分 所以你再按一下 按兩下 F4 他就只會幫你鎖住 列的部分 OK 按確定 好再把它向下填滿 好 那大家如果要求整數的話 那你也可以把小數點拿掉 比如說你要只求 小數的話 那這邊我們就 呃 顯示 只顯示那個整數部分 OK 好那一樣 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有公式 有三個檔 可是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這樣 VBA 不可少 OK 那一樣啦 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今天是需要 寫一個對應的那個VBA程式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辦 其實也許我需要 最好 像 每次要算成績 那成績裡面只是說這個範圍更改過 那當然我希望最後可以 可以自動幫我做完其他的東西的話 呃最快的方法當然按下去全部都幫你做好是好OK啦 可是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自動幫我把 結果放在 I欄底下 這個範圍 那當然也可以清楚啦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這樣 這邊 加入一個 插入一個 月考函數好了 然後呢 他會跟我要 兩個方 那這個跟三波 好像有點像 所以 這個部分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讓你的工作更加流暢 OK 那VBA部分當然稍微難一點點 不過已經做了很多了 所以我們就 可能講比較快一點點 基本上大致上都一樣 按下月考自動出來 按下清除 就不見了 再按下公式 他又出來了 不過呢 按下 這個公式 我輸出的時候 是把我剛剛的三波打 的公式 放到這個儲存格 讓他去執行 那如果按原來的 他出來的是丟過來的東西 是 一個結果 一個數值 那當然清楚很簡單 所以特別說這個按鈕跟這個按鈕差別是 一個輸出是 最後的結果 一個輸出是 公式 OK 這個 之前都有講過了 另外還有 就是說 延伸性的 之前的同學就會問到 老師 他輸出的時候呢 他直接輸出 那因為他有小數點 所以呢 輸出的時候呢 也會自動顯示 小數點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我 輸出的時候 直接把他變成整數的 那當然 這種做法 不外乎就怎麼樣 你可以可想而知 要不就怎麼樣 直接在 VBA裡面用 VBA也許 VBA裡面有個 RUN的函數 也是直接用 VBA裡面 用RUN的函數 這方法 一 或許呢 你也可以用什麼 我不要RUN的 那我可不可以用那個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裡面的話 也許我可以 怎麼樣 數值裡面的把它變成 小數點 就是 直接變成 0位 那不過小數點 變成0位 那你想說 那我這樣的一個 儲存個格式 有沒有辦法 直接 拿到 VBA裡面 幫我怎麼樣 去實做出來 如果可以的話 那簡單多了 那這裡的話 有個技巧 就是說 你先做好 你要做的這個格式 再切到 制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制定的這個地方 會告訴你 它應該的 這個格式是什麼 其實裡面 都會是一個 字串 格式背後 就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字串的話 基本上 就是0加一個底線 其實或者是 用0也可以 我印象中 好像用0也可以 0加底線 或者0 那這個字串呢 你只要把它放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有一個屬性 讓它去執行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格式 給實做出來了 所以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run的 一個是 用 產生一個什麼 我們的儲存格式 那這 這兩種方法怎麼做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我們分成 兩個階段 第一個 按下它 自動輸出 那這個我想前面講過來 也許我們可以先從 月考清除先來看一下 基本上 清除的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 for i 等於第幾列 到第幾列 也許就是第13列 一直到最下面 OK 那第13 也許從第13列 向下去偵測 那你不要寫27 因為我講過那個27 可能會改變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直接 等於空置串 把那個裡面的東西 就可以清掉了 所以直接執行它 它就清空了 那再來當然 就是說月考清除 寫好之後 可以把月考 清除呢 直接複製貼上 更改一下 改哪個地方呢 基本上 我們直接把那個 比重寫在裡面好了 那特別是 百分比 你不能直接 在VBA裡面 打那個百分之多少 因為他不接受 這樣的敘述 那所以呢 我會 希望 就是說呢 我將來的公式裡面 會是這樣子 就是D欄裡面的是乘上 30% E也是 F是40% 所以呢如果利用我們之前教的方式就是 D乘上0.3加上E欄的 0.3 F欄的0.4 最後輸出到哪裡 這地方都是輸出到我們指定的這個欄 OK 那就把它直接輸出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很快的 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所以輸出 那不過呢 這個地方輸出的是一個 最後的數值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需要做出的就是第三種 月考公式的話 應該還記得吧 但你也可以把那個月考清除 直接複製 貼到底下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有沒有貼到把它改成月考公式 那一樣雙引號 不過裡面要放什麼呢 記得就是把這個 裡面的公式 Ctrl C 然後直接取消 記得 記得要按取消 否則你沒辦法切到VBA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當然 還沒完成嘛 因為如果說你貼上直接執行 它裡面應該要改變的變數沒有改變 就是都13 所以呢 最後記得怎麼樣 把這個13 改為I 應該還記得吧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因為這個I的 這個串接符號呢 前後要多加空白 那你做好一個之後 因為呢 這個13跟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找Ctrl C 再把它13 貼上去 OK 反正這技巧應該 你做久了 就會非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到非常 如果你可以 很快的做出來了 那你可以用在任何的地方上面 只要是你之前 做過的公式 通通都可以這樣做 那也就是說你全部都串連在一起 很多地方按個按鈕 全部都可以幫你把結果給實作出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再直接 再執行一遍 它裡面的值 就會全部都 顯示你要的結果 但是跟剛剛的不一樣 就是說 這個裡面是顯示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呢 是由我們剛剛 Sum product 而來的 OK 那最後 還有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 變成整數的話 方法 一 在雲端上我有提到 你可以用run的函數 run的函數 把它包在外面 不過這個run的函數 僅適用於 第一種 就是 直接輸出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用run的 放在這裡 似乎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它前後如果放run的 它是個字串 它沒有辦法 除非說你要 在你的那個 原來 這個這個 已經用到run 如果 不是的 那這個地方run的 可能就不是用 第2種方法 那我們就用第2種方法 第2種方法 就 Lumber Formate Local 這個方法的話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結合 以後你只要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你做好了 你去看一下 裡面的那個格式是什麼 那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0 或0加底線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直接把 這一個 Sales 其實這一行 你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 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 呃 其實放在公司的上面或公司下面都可以啦 一個是輸出值之後 再給格式 我印象中我是放在下面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下面 把它貼上 那他們 他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說呢 你可以打一個Sales 點有沒有 點之後呢 你可以打一個Lumber Lumber 大家記一下 NU大概就夠了 因為他會自動跳出 Lumber Formate Local 這個 那你可以等於什麼 等於 雙引號 移到中間加個0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取到整數 但是不要忘記 刮弧要加上去 把刮弧加上去 好來試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Lumber Formate Local 蠻好用的 我已經用的 機會還蠻大的 只要你是一個固定格式 就像之前我們做過那個什麼 像 上一個範例 年曆 那個年曆 雙引號 你也可以大範圍的 全部都把它 改為你要的格式 那比如說我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後 他的做法是 先輸出公式之後 然後呢 再去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先把 資料先清除 假設這邊清掉 然後呢 直接執行 這個公式 那你會發現呢 我原來執行 我先把中段點放在這邊 還沒有去 執行這個Lumber Formate Local 是先輸出 那下面這一行呢 如果再按F8 你會發現 有沒有 他幫我把什麼呢 小數點去掉 那實際上 這一行呢 等同就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裡面去把小數點 設定為沒有小數點 OK 所以那一行 就是我們剛剛做那個動作 然後呢 其他的 部分的話呢 當然你直接執行 有沒有 全部 通通都做完了 那你想說 那這個地方 放在公式OK 那如果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剛剛的這個地方 OK 其實也OK啦 把它 Ctrl C 一下 然後放在哪裡呢 月考的這個 VBA裡面 下面這一行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 一樣我把它做清除 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東西先清除掉 然後 再執行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它一樣會自動幫我 加上 那實際上先輸出之後 它就把格式套用上去了 OK 所以以後 如果你們已經有固定的格式了 那你不需要做任何變更 你只要記得怎麼樣 在那個 這個 滑鼠按右鍵 出這個格式裡面 你先確定一件事 你 任何格式都可以切到自定 自定的這個地方 會有一串 自串 你就把那個自串怎麼樣 搬到那個什麼呢 Lamber Format Local 的後面去就好了 這招還蠻管用的 因為這樣也不用 變更太多事情 你就可以達到 自動化的目的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提供給你參考了 所以你會發現 可以把這個 原來你的公式 再配合你原來的格式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全部自動化 如果說你配合 藍列回圈 按下去 全部的事情 應該很快就可以全部做完了 OK 只是說 要花一點時間去實做了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試一下 總共會有 三個段落 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那個月考 清楚比較簡單 但是月考底線公式 就是我們輸出的時候 是把原來 三波大那個公式呢 直接 直接輸出 那當然一個回圈裡面 你可以輸出很多藍的資料 不是說只有 只能輸入一藍 你選擇有很多藍 你可以一次全部 全部都幫你 全部跑完了 你可以全部清除 再來一次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法則 當然你也不用把 VBA想的太困難 如果你初步呢 你不想要 寫太複雜 反正你把公式寫進去 這樣其實就OK了 至少 在眼前的問題上面解決 我想應該 已經算是不錯的策略了